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以为很大概百分七十吧一号总百分八十吧一号总就一号一号就一号小组第一进击 因为涛博拉股个人的个人实力发在这里 因为现在的情况是说肉哥是欧洲冠军冠军 是的 你现在也不太了解他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什么情况吗 然后剩下那个就是DRXDRX面看着好像是状态真的蛮好 好像注意他一把没有输过 DRX是的DRX他们的状态非常好 感觉他们状态还是非常好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去 但鲁维莎也没有参考 虽然说他没有参考价值 但是他目前就你能看到的是他的状态是蛮好的 他毕竟还赢了RNG 是的 而且他们那把赢RNG打得还挺漂亮的 然后所以你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不知道这个肉哥和这个DRX会是什么状态 看RNG书第一把可比他16强出局有意思多了 这怎么评价 这种话一般是什么成分能说出这种话 二位怎么评价 看不懂了什么意思啊这个 看RNG书第一把可比他16强出局有意思太多了 这个是黑还是白的这个没看懂的 这铁黑字呀这个 黑字啊 有没有一种说法 他是在串 就是他想表达的一种观点是 我是白 白子 我可以这样 我可以多看几场RNG比赛 因为就有 有的就是粉丝 他就想自己的组队多打几场 自己可以多看几场 我觉得他不是小黑子就是串 他不可能是白子 这个我刚刚只是尬戏啊 尬戏就是黑啊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纯黑了 他这个就是搞恶心的 这种属于这种比较攻击性比较直接的这种 具体什么大家应该都误了 只是他说的比较隐晦 是的 那么可以来看一下贴吧的评论啊 我们来看看下一条 RNG这表现要么是真的菜 要么是态度有问题 不管是哪个原因 16枪顶天了 这个就应该是纯黑了 这个就不藏了 这个应该是 我觉得这个是看热闹的 看热闹的不仅是大 但我感觉RNG很难16枪 哦 A间的观点是什么 分组太简单了 看到没有